从四川来到海口,经过15天的适应期后,大熊猫贡贡、顺顺,11月25日,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正式与公众见面。 两只国宝蒙太十足,为在当地参加2018年第19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国内外游客带来了不少欢乐。 当天,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举行了开馆仪式。 摆明身着熊猫卡通的小朋友扮起了熊猫萌萌的样子,既热闹又可爱。 许多市民游客一大早就来到熊猫馆前等候,希望能第一时间见到贡贡与顺顺,这对可爱的两兄弟。 中正很软乱都要热乱乎乎乱乎 худ,像个棉花沧一样。 我也是听说咱们那个海南要引进这个大熊猫。 特意今年就是在在海南,就冬天即将还没回去。 哎,判斑一窣嘴了。这回今天终于实现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共共顺顺时而慵懒地趴在地上呼呼大睡 时而坐起身子饱餐一顿 其呆萌的样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 哥俩看上去已经适应了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这个新家 或要参加开馆仪式的伦敦动物学会动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夏廷卫表示 熊猫来到海南是一次宣传海南本土 乃至全中国珍稀物种的好机会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可以借助熊猫 让公众更加了解中国的珍稀物种 中 proprio woman能力 떨用海南 所以遍发明派山暇能还得出现萌ez merak 并不能建训對育性保护生的 Murray 所以我们经 בס某纽机 Jerry 在海南大的 Catンポト 作与其宣传海南研究 最后叙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